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博奖 夏秋年 第三卷 奠基者 第二章 定音谷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 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训和人生 当然 人生基本废除 人训则清代还有 这就像废除死刑 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但是 周以后 人生也好 人训也罢 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 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 宋湘公与曹珠两国会盟 要杀曾国国军祭祀设神 一位名叫子虞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 他说 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 哪里还敢用人 祭祀就像请客吃饭 哪个敢吃人肉 如此倒行逆施 会有好下场吗 遗憾的是 子虞的反对没有成功 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 但齐国的陈子刚反对人训则大获全胜 陈子刚的哥哥死后 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 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 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 于是陈子刚便说 最应该到阴间照顾我哥的 不就是二位吗 结果不难想象 那两个人都不再坚持 陈子刚是孔子的粉丝 而孔子不但反对人训 就连用勇都反对 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 对于这类东西 孔子深恶痛绝 他甚至说 始作勇者其无后乎 意思是 第一个发明勇的人 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奇怪 发明土偶和木偶 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 跟活人殉葬相比 应该说是进步 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训 在孔子看来 人训不仁 人训非礼 因此 用活人不行 用死人也不行 用真人不行 用假人也不行 勇是人的替身 用勇殉葬 等于承认人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只不过以假乱真 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 开了这个口子 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 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 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 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 正是它 后来发展为人的概念 因为人的本意就是人其人 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寿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 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 但萌芽应该很早就有了 实际上 甲骨文和金文的天 原本就是人 自行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 头上一个圆圈 或圆点 或横线 所以 天原本指人的脑袋 也就是天灵盖 后来才引身为苍天 再后来才引身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 天的授权 天命 是看人心的 叫天是自我民是 天听自我民听 武王在伐咒的世诗大会上 曾这样说 天是万物父母 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 天意就是民意 老百姓拥护谁 天就授权给谁 老百姓憎恨谁 天就隔他的命 殷咒王自绝于天 结怨于民 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 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 但编造者也是周人 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 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 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 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的好 因为按照天是自我民是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 君权天寿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寿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由此产生的是孟子的双重授权论 孟子的学生万章曾经问他 顺得到天下是谁的授权 孟子说天 万章问上天可怎么授权呢 尊尊教会吗 孟子说天不说话 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比如天子主持祭祀 神旗都享用 这就是天接受了他 主持工作老百姓都很满意 这就是民接受了他 天和民都接受 他就是合格也合法的天子 所以天子的权利是天与之人与之 这是聪明的说法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 是啊 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 天也好民也罢 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欲知周王德行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说他们的信心承认我 是他人的算认识